OK,我们来看一下3.1的这个部分 第一题呢,他是问的是下列的分次有意义 X不能取什么值 那X不能取的值呢 就是分母等于0 就是说我们讲分母不能等于0 看你要怎样写 我一般上来讲呢 我就说哦 这个X减3不能等于0 X不能等于3 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只是说要X不能取什么值 就是X不能等于什么 那这一题也是一样 X平方减25不能等于0 当然你是可以这样写啊 不能等于0 那X平方就不能等于25 两边取平方跟就要放真负 所以是真负5 OK,所以呢 X不能等于真跟负5 所以这个好像漏写了 真负 OK 这样子 那这一题的话 X3X减4X加1等于0 因此分解就会是 你是按计算机的 是吗 应该是3X减1 还有X减1 然后呢 就会答案了 就是X等于1 或者X等于负 三分之一 所以你最后呢 把它变成不等于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X呢 不能取1 或者负 或者三分之一 就是分母不能等于0的意思 如果是整个值等于0的话 你首先呢 当然我们的做法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你尽可能的分子分母 看一下可以不可以越减 可以越的就越掉 然后呢 就分子等于0 因为你分母拉过去对面层 任何零层任何数等于0 这样X减1等于0 X就会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做法 这一题也是一样 如果是X平 我们先进行因式分解 那就会有X加3 X减3 对不对 前平方减后平方嘛 就前加后成前减后 那分母的话呢 就是X加2 X加1 OK 等于0 那分子分母 看不到东西可以越减 所以我们就想要说分子 等于0就可以了 那分子等于0来讲呢 我们就有两个解 X等于3和负3 也就是正负3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罢了 然后呢 这一题就比较特殊一点 你看啊 X平方减3 X加2呢 可以因式分解成X减2 X减1 分母X平方减4呢 可以变成前加后成前减后 X下2成X减2 那这个X减2跟X减2 就可以越调 其实这越调的意思呢 它带有的就是说 X不能等于2 如果等于2的话呢 你就分母就等于2了 对不对 所以就不行了 就有 所以你就割掉它了 所以在这里呢 你就会得到X等于1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些学生呢 他觉得说 整个子等于0 让分子等于0 他就直接把分母给忽略掉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他会找到两个解 X等于2 X等于1 但是他没有想到X等于2呢 分母其实等于0是不能接受的 OK所以这个呢 必须要腌酸 改次呢 如果你不管三次21把分子等于0 算出来的话 你必须要带回去腌酸 因为你要分母会等于0的话 就不能接受了 OK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在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常处法 然后把它换成 针分式和这个多项式的和 将2X减1除以X2X减3来讲呢 乘1 就得到2X减3 两个互减得到2 写的时候呢 就写这个1写前面 再加上这个微分母加分子2 OK 这个2呢 就放分子 就这样子再写 所以接下去的部分呢 都是做常处法 3X平方减7 2X加7 除以X平方加3 那3乘X平方得到3X平方 3乘3得到9 互减7减9得到负2 刚才呢 他写到3了 所以就做错了 OK 负2的话呢 才是对的 写的时候怎样写呢 3加上X平方加3分子2 负2X减2 那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其实是没有问题啦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问我 我是接受的 不过有些老师呢 就觉得说两个负很丑 他就习惯说把那个负给提前来 所以后面给的答案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把负抽出来 就是这里变加 负就写在最前面 就这样子 当然我个人是觉得两个都可以接纳啦 就反正我们知道 一样的 X三次方减2X平方加0 有不到0 再加5 除以X平方加X加1 首先X乘X平方 X乘X平方得到X三次方 X平方再加X 两个互减得到0 两个互减得到负3 X平方 两个互减得到减X 加5拉下来 乘负3 这个你好像乱乱写啊 爽爽写这里 爽爽写这里 再过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在头 我们就写在他的上面 不是乱写的 有时候那个位置不是很够 负3乘X平方得到负3 X平方 负3乘X 负3乘X 负3乘E等于负3 两个互减得到2X 两个互减得到8 写的时候 X减3 加上这一个放分模 这一个放分子正确 看一下 这一题 6X平 6X四四方 要补0 三次方 二次方 一次方 零次方 再除以这个2X平方 减1 所以我们呢 326X平方 乘X平方 等于X四四方 这两个相乘得到负3 X平方 因为这个是四四方 这个三次方 二次方 所以我写在这个二次方下面 有讲究的 这两个互减得到3X平方 这减2拉下来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 就要乘以多少呢 就除以2再乘以3 对不对 才会得到3X平方 这个难搞了 这个是变成负2 这个是变成负2分之3 两个互减 就变成加1u2分之1 负2加1u2分之1等到负2分之1 所以写的时候啊 3X平方加上2分之3 减去2分之1分之2 这个2X平方减1 所以要的话把这个2呢写下来也是OK的啊 也就是说我一般上次会这样子写拉2X平方减1啊我们是这样子写 OK 呃 对了啊 这个就是后面的给的答案了 嗯 这个比较特殊的情境 还有分数 最后题 Marco的题目 你看他很懒哦 没有一题做哦 还有这样子进步不到的 天真 2X平方加X减3 我们22得四对不对 X乘X平方得到X三四方 这个就得X三四方 这两个相成得到加2X平方 这两个相成得到减326X 两个互减得到负6X平方 两个互减得到负4X 对 加上5 然后呢 326对不对 然后呢 他要负 负 326X平方 负3X 负负得正 加9 两个互减 负X 两个互减 负4 OK 然后呢 我们把负负呢 抽前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2X减3 减去2X平方加X减3 分之 X加4 我把负给抽前去了 OK 跳补了一下 跳了一小步 就这样了 好 点